台湾的电子我们来谈谈传产 当然来谈谈钢铁和航运 特别是在今天 几内亚传出爆发军事政变 几内亚的军事政变 影响到的是金属市场 你知道几内亚的铝市占全球22% 所以铝价创下了十年新高 包括几内亚有铁矿 所以这些油物料族群 会不会受到几内亚政变的影响 憲哥 是 那今天几内亚发生 这个政变之后 它的一个首都 科奈克里 目前来讲已经看到这个坦克车 三十步的坦克车 听说总统顾德 以及他的所有的重要成员 已经被带到秘密地方去了 而且目前这个兵电的一些军人 已经宣布这个几内亚 进入一个过度政府的一个状态 那柯德这个顾德 其实在过去十年 他的一个经济是有成的 但是因为大部分都落入少数人的手中 而且他的政府的贪污的程度 非常的高 所以这一次推翻以后 几内亚的人民非常的高兴 走向街头在庆祝 说几内亚自由了 那今天影响到几内亚两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它的一个矿产的一个价格 尤其是铝矿 我们来看伦敦的铝矿 它的铝价创了十年的新高点 那中国有四大铝业公司 包括中铝 包括南山铝等等 那今天涨幅 云南铝业 对 都超过8% 甚至7.1% 7.8%等等 都出现了一个大涨 那其实在这个顾德总统 他在十年过程里面 它主要国家的一个经济 最主要是靠这个铝土矿 还有铁矿石 另外还有黄金跟钻石 那讲到它的铝土矿 它真的是得天独厚 它的铝土矿是随便挖就有的 那它的铝土矿 去年占它整个全国出口 占80% 而且大部分都是销往中国 好 我们从这个丙图 确实可以看到中国呢 铝的进口主要来自于几内亚 有4成7来自于几内亚 澳大利亚是3成3 我们再来看到几内亚的铝 在全球的比重高达22% 占全球最大宗的 还是澳洲 澳大利亚 占三成 第二名就是几内亚 几内亚就占了2成2 所以它的铝 在全世界可以说是举足轻重 对 以它的产能来讲 占世界差不多三分之一 另外最主要是它的品位 非常的高 也就是它提炼出来的铝 它的品位非常的高 那铝在全世界 我想大家都知道 它是所有的 除了铁矿以外 它是第二位的一个重要金属 包括焊接需要的一些附加品 另外建筑上 你常常看到铝门窗 还有轻隔间 还有什么 飞机 交通 汽车 什么统统都要用到 所以铝非常重要 比较诡异的是 吉内亚政变 铝价往上攀高 我们可以理解吗 因为大家担心 没有办法顺利出口 问题是它国内有铁矿石 那为什么吉内亚政变 铁矿石的报价不涨反跌呢 其实在它的铁矿石 最大的矿场叫做西芒杜矿场 在2020年就去年的时候 已经被中国取得独家开采权 那这个独家开采权里面 最大的股东就是钟旅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钟旅 它是最大的股东 那中国目前来讲 也从矿区 它要拉了650公里的一个铁路 到它的港口 另外港口也把他们建筑为深水港 可以停泊40万吨的一个 它的一个散装货轮 所以这个未来五年完成以后 你整个矿区都是中国在控制 所以你现在政变 这个你政变 反正跟铁矿石没关系 它虽然已经关闭了 海空跟陆空的边界 那中国它拥有 它拥有已经跟你签好了 所以它不怕 所以这一次你为什么看到 中国不是说11月 它的一个铁的一个产能 它要严格的限制吗 它最主要 它是我已经有铁矿石 我不用看你澳洲的面识 那它希望说 美国你不要用到太成本的一个 太低成本的一个建筑 你的所有的铁工机希望买贵的 但是我中国已经由西非 由吉内亚来 我没在怕你 所以这一次它反而是铝大涨 然后铁矿石反而是开高走低的原因 而且最近中国其实平平在打压 黑色系的牌架 所以我们回来看钢铁股 请献哥带我们来看钢铁股 来 钢铁股这个时候该怎么操作 它是对钢铁股来讲 它只是一时的烟火而已 所以就要回归到基本面 那我们来看比如像中钢来讲 那中钢今天涨了3.7% 那目前来讲表现不错 它是整个好像要打蓝底的一个感觉 那明后天它今天有散影线 明后天会拉回来 如果能够拉回来守住的话 应该有机会再继续往上挑战高点 但是其他你要特别注意 二线的有很多钢铁股都还亏钱 这样乱涨一通 比较像2007的月星 那月星了解的公司也起得不不求 这种的都要特别小心 你看这个天线 天线 天线 如果看到天线都要特别注意 所以献哥认为钢铁股可以买 但是要买大钢 对 买中钢 对 好 我们请音量也带我们来看 航运 钢铁航运在今天排面上是两样型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六宫格 很明显可以看到钢铁股在这些表现 是比航运来得好 钢铁大部分个股都是红的 但航运几乎都是绿的 对 没有错 所以航运怎么操作 航运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美农线涨价 股价跌 美西线涨价 股价也跌 主要哪里 就是筹码面的问题 现阶段 面临破底危机 最近融资有减 但是融资我觉得还减得不够多 比如说像长龙 融资有减 可是减得还不够多 为什么 我们看到长龙的K线形态 我们看它大张一点 2603我们大概远一点来看 当时5月中开始供的时候 那时候的融资余额 大概有23万张左右 最近还得到28万张 所以你说这一波 它可能要一次杀到底 一定要降到25万张左右 这个族群才有机会 25万张还有3万张的杀 然后阳明也是一样 所以这是最后的港底了吗 我觉得是最后港底了 在这地方我还是 选择相信陈彦哥 那个妈祖的10千 搞不好还有机会 因为最近赏专已经有一波 逃命逃瘾已经实现了 所以还有机会 阳明的部分 现在的17万多 反正反弹起来让我们跑就对了 对 我觉得杀完之后 应该还有一段上来 等最后这一段上来 因为现在目前基本面都没问题 主要是 反正不要杀在地板 不要杀在地板 所以现在就是筹码问题 融资快杀差不多 因为这边大概18万张 5月中这波起场的时候多少 15万张 所以再2万张就好了 然后看看万海 万海下还有4万多张 5月中起场的时候 还有2万多张 所以我觉得再杀一波 大概一到两根的幅度 我觉得应该就会处理反弹 好 所以航运真的是最后赶底吗 这个时候杀 有可能会杀在短线的地板上吗 这是最后赶底吗 同意的给圈请举牌 我们先举航运 来 航运是不是最后赶底 大家都同意 那钢铁股到底能不能 在这时候做多呢 还是我们应该把所有的钱 都压在电子 我要一部分压在传产 那如果压在传产 是不是买钢铁呢 特别是刚刚憲哥说买大钢 认同的给圈请举牌 好 到底是不是可以买钢铁呢 1 2 3 4 5票圈 来 照理给插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钢铁股的部分 你还是要看铁矿沙 所以我们现在全部都压电子吗 不 不 不 也不是啦 那传产要买什么 没有 你压四五成就好 你不能持股满档啦 所以现金和电子就好 对对对对 不是全部满档都压股票不行啦 所以你认为就是一部分放现金 对对对 一部分买电子 但传产不要碰 对 传产尽量不要玩 好 那既然 要买电子 来谈谈除了半导体之外 电子股的电动车 一直是在今年最火 最夯的话题 苹果说我也要做电动车 而且他看上的是Toyota 准备跟Toyota合作 而特斯拉现在要打的是 平价电动车 当然除了特斯拉 苹果之外 宾系也摩拳操场说 我也要做电动车 反正各家车厂都要做电动车 Apple的部分有泰坦计划啦 他要跟Toyota合作 对 合作 在2024年要开始半自动化的 所谓自驾车的一个部分 当然他的关系企业 也在亚令沙纳州 靠近凤凰城的部分 他买了5458瓶的 克莱斯勒的车厂 对 没错 要进行测试 所以Apple已经如火如荼的在进行 另外的宾式的部分 在今天的慕尼黑 他的所谓车展的部分 这是慕尼黑车展 对 慕尼黑车展 我跟妳讲他发表了很多款 EQE 对 EQE 其中有两款 一款是EQE的部分 其实它从0到时速100公里 它只要6.2秒 Apple是未来的 但是眼前 这个已经看到了 对 这个已经看到了 车展上可以看到了 对 没错 那这个 它充满电的话 它可以跑780公里 所以其实它的 跑的车距是相当的长 另外的 EQS的部分也非常的厉害 所以有两款是不是 对 它有两款 其实它有好几款 那这两款比较特别 那EQS的一个部分来讲 就是说你当人靠近的时候 它那个把手会自动开 伸出来 就觉得很炫 那它充电好像是在 那个logo里面充电是不是 对 没错 在这里充电 对 在这里充电 好 所以这个也非常的炫好 那再讲到Tesla Tesla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来看 过去三年Tesla在美国 卖的Model 3 就已经超过了 所谓的50%的一个市占率 最近这三年 它说它Model 2要推更平价 对 更便宜的 2023年要推出 那一款大概12台币 只要70万台币 非常的便宜 那它是先辈式的房车 那基本上来讲 它不会配备所谓的方向盘 这够炫了吧 那只有70万 这个我不敢开 没有方向盘 好感安全感 它就是没有方向盘 虽然很炫 你看那个未来车的感觉 只有70万 所以Tesla的部分 就是要用平价的部分 再让它的市占率 更加的一个高 好 反正大家都要做电动车 对 很多 百家争鸣 选股怎么选 对 没错 我们来看 我们回到六宫格来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统政的部分也大涨 建和新 做端子的部分 那宏观 这些股价也大涨 光磊也是属于感测的 美其马的部分跟旺宏 你干嘛放一档绿色的 因为我觉得这种 其实现在的盘就是这样子 因为旺宏我跟他报告 旺宏这是跟车电有关吗 车电有关 no flash的 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下 旺宏今天拿下车用的 no flash的全球第一 你看他有没有很厉害 其实他真的非常厉害 在no flash的车用这一块 那之前来讲的话 旺宏认为下半年 明年涨化非常的不错 下半年跟明年 那不认同外资的看法 但是五米球又不是老师 虚幻有时候讲话也不错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外资的嘴巴跟身体 有没有动怀 对 我们看 到底他有没有心口如意 对 大摩那时候 不是调降他的一个目标价吗 其实你看一下 我们先看 外资从上周五 到所谓的一个 最近这十天 到上周五的时候 总共买超了 连买十天 四万张 结果买超最大 今年还买超两千多张 你知道买超最大的就是谁吗 就是大摩 就大摩 你看这边吧 你看一下 他的这个是外资的部分 这外资一路买 都是外资买 其实你看砍下来之后 都是外资在买 那当然最主要是因为 他自动驾驶的部分 因为现在自动驾驶 很多来讲 需要更多的资安 因为骇客会侵入 所以他是全世界第一名的在 那在本业跟六寸的 金融厂的时候 今年大概5.1到5.2 所以鸿海买望虹 应该是为了他的六寸厂 而且是为了他的电动车 对 没错 我们来看日K线 我们看一下日K线 来 望虹在今天是小跌了 是跌了0.8 其实这种线型 我觉得这种 我觉得连电这些讲到不太长之后 其实这些要跟起来 因为这些其实 8月已经说即将要公布 所以你是去找车点以后补涨的 比较没长到的 对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机会 来挑战高点 48块 对 因为他的本益比相对上来讲 他们这些其实我觉得 真的被迪估了 对 这些认识的认识 这些认识的认识 这些认识 这些认识的认识 是有机会 这些认识的认识